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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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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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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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探索的 是沒有座位席 所以到他的座位席是要拉高到 本壘後方以及外野區往上拉高 然後在很多人會要到五樓六樓的高度去看下面才放球 能不能我們現在平常去新雙球場 或是去天母球場 這種氛圍是完全不同 所以一個用來表演的放球巨蛋 跟一個真正球迷想要的標準放球場 是不一樣的了解 因為包括我跟俊傑 我們也都是很愛打倒 就是那種放球 所以我們在反對巨蛋這件事情的過程裡面 其實也包含了我們一般放球迷的一些想像 就是台北如果真的要有一個決戰 應該把這個地方拆掉重新選擇 也不要用他們原本的設計 因為這個設計真的是不服 他可以打放球 可是必須要成績 因為大巨蛋能不能打放球是一個假意 就是從外面開始在草路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有時候 你不會看到我們附處在草路 大巨蛋都會打放球 因為我們知道他們是講的 因為他裡面的球場 比賽的空間確定是可以打 可是重點是你的這一個空間 在家長旁邊的觀眾席 觀眾席在一般的放球 其實觀眾席他的設計都可以 問題是他設計的觀眾席 跟我們球迷的心很連結 落差很大 我們到底要不要去接受 我們為什麼要勉強去接受 一個第一岸的開幕來接受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 真的很堅持的原因 所以像類似這些東西 在一附近的回頭 或是這些放球公眾的發展 就是我們 我們真的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 實際在呼籲 市長不應該要辦 大型的一陣 大家一起來 透過政策 去決定 做一半的機會 我們也八十四年 我覺得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 人民要把全力要承 是他們所有的 包括 一半的兩個 包括 包括科市府 現在有很多的做法 不只是從那些 大型大型大型 包括廣時不外遇 如果有機會 你們到虎山 你們爬那個虎山路道 從那個 鳳天宮那邊上去 都能 你可以看到下面的那一塊 因為地址是廣 那裡有七百多個月 然後他們現在也要開收 然後要大量 就是大量 超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樹 要被拉 然後可是他們對外宣稱 說他們要 隱居舊樹 所以 然後我們當時以為 他們隱居舊樹 是很大的聲音 結果去看著他們的設計模擬 你才知道 那是一場片子 他們舊的樹 就是那是幾顆 受保護樹 其他的這些 還沒有被認定為 受保護樹 他們全部都不認了這樣 然後都認為他們 對 對 然後或者像現在這一些 實際上 佳和新村 我們也有跟我們在一起 在一起 佳和新村也是有非常多的老處 跟大處 然後那裡 原本私事計畫是要做 防災公園 林青龍他們現在也丟出來 就是佳和那裡 儘快要連接到 這個所謂國防學院 那個 國防 三種 三種醫院 這一層快樂 會變成那個 他要做成一個 也是五六千戶的社會製程 然後要去做 用一個所謂的防災情 部分 來做為政策的一個 遍復的一個想像 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告訴那個市民說 喔我現在蓋這個 是不是也要把改變變成效 所以那個地方 這就是他們的旅館洞 那這是 製菸工廠 然後其實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顆白千層 殘留的白千層 其實以前從這一個位置 就是一整排白千層到最前面去 環繞著松山煙場 兩面都是 就是白千層直接環繞著松煙 然後他們為了營造所謂的 風箱 風箱北道 所以就把白千層全部挖醜 然後重新種風箱去 對 然後就是像類似這樣子 就是 以 就是人類的一個景觀的角度去看 就是白千層很熟 風箱樹很漂亮 然後我們就要把這些 跟這個古蹟共存幾十年的樹種給換掉 其實像這樣子就是一個 不尊重這些歷史文化古蹟的一個思維 對 那後面這一群是 就是這一整排樹是 大巨蛋開發基地裡面 除了我們剛剛前面講到那個轉角之外 唯一被完整保留的一個樹群 然後他靠大巨蛋那一邊是 一顆雅力三大椰子 然後兩顆福奎 一顆雅力三大椰子 兩顆福奎 然後靠近我們這一面是 一顆風箱一顆茄東 然後一顆風箱一顆茄東 然後一整排一直過去 可是當時他們日本人在建場的時候 其實已經設計好這一個 整個植栽的一個樣貌 所以現在是看已經被擋起來了 可是以前我們從光顧鬼島上面拍過來的時候 這一個樹群就很漂亮 那個我們有照片有丟在那個 網路上 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好這邊走 讓他乾燥 對 所以過路房是整個 應該說是中正院長的心臟 對 就是他整個場區運作的心臟 就是他的動力來源 對 然後可是現在 上次有看過新聞應該就知道 裡面也被挖的亂七八糟 因為遠雄破壞 遠雄破壞了這一個地質 然後讓他地層下線 然後變成是這一個鍋爐房 包括煙囪的灰燻 然後結果市政府要讓遠雄去做地質觀將改良 就讓遠雄進去鍋爐房裡面 把那個地膽的亂七八糟 挖了一個一個洞 對喔 那那個已經有文資委員 開 就是環境委員會上也有開罵 就是古蹟不應該這樣子處理 所以台北市政府在面對 古蹟維護的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做得非常地糟糕 對 他們完全沒有一個古蹟保存在下面 他們只知道要保存它的地質 就知道地樣是什麼 那一整 上面那一整段已經都爆裂了 對 就是因為它的傾斜已經開始爆裂了 對阿 他就是什麼都不對阿 不過他們以前比現在大概都大了快兩歲的態度 現在看得到它是活的 不過我們以前在外面看到它的時候 大概從現在看到的樹的規模 大概是現在的兩倍大 因為樹被移植以後 它其實很難恢復元氣 然後所以 你現在看得到它是一個活的狀態 可是其實它要恢復到它以前 被移植之前的樣貌 其實是很困難的 所以你看它那個被裁掉的那個 都是很大的傷口 因為它以前其實長得非常高大 比現在還要大很多 挖過來大概六點 對 也都沒有辦法恢復元氣 就是他們那個政府一直告訴我們 他們會好好移植 然後都會在松山煙廠的園區內 對 那事實上他們也被 就是移到這邊來後面 這幾顆算運氣比較好 有被保存下來 然後 當然希望他們未來可以恢復一個健康的狀況 可是其實如果 這些樹可以留在原本的地方 會不會更好 就是大家可以去試試 到底我們有沒有需要 為了不當的開發案 去犧牲這麼多的律地自由 會有水源的 原來它是柳空菌支柳末端的蓄水池 然後那時候有三座 這個是最後一座 另外一座就是那個 現在刑事警察局 跟那個國稅大樓那裡 對 這是 那邊是第二座 然後第三座就是在那個 柴稅大樓這一邊 原本有三座水池 然後都是要作為這個 煙廠的消防用水的備用水源 那因為它很長時間的一個 水池很長時間的一個閒置 然後跟這些自然生態的一個演化 所以這個地方原本是 松山煙廠生態最豐富的地方 對 包括像洪罐水記啊 黑罐馬鹿啊 或是剛剛提過的這些鳳頭蒼蠅 有很多鳥類是 生活在這個區域 然後以前在五五三項 是有整個圍牆圍起來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非常封閉 封閉的生態跳島 可是後來為了要蓋那個 台北文窗那一棟 他們在都省跟環平的過程裡面 就把這個水池納入整體的景觀營造的範圍 所以我們網路上可以找得到 我上傳過的影片 這裡原本是一個就是 植被非常豐富 然後這些生態很豐富的草域 包括周邊的這些植栽 其實不是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些 周邊原本就是很多購樹啊 野童啊這些自身性的植物 然後結果全部就都 他們把它全部挖空 你如果看到我們的影片裡面 是整個周邊水池周圍 幾乎都被全部挖空 然後重新重新的植栽 然後重新做成一座所謂的 生態景觀石 可是它就 再也沒有生態存在 就是生態是完全被破壞掉的 所以 其實這個地方很可惜啊 不然以前大家看到 之後我們灌水機 可是後來被換成 白色的大鴨子 然後還是有很多市民 覺得看到鴨子很開心 可是其實 應該是我們生態教育 還要再努力的地方 對啊 因為其實讓下一代可以看到 更多的原生物種 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 對啊 鴨子烤鴨店就有了 那我們這樣下來 然後 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生態 比較 生態系統比較完整的空間 所以它這裡面 以前真的有很多珍貴的東西 不過現在已經 幾乎都被破壞得差不多 我們其實在環屏跟都省的階段 他們當時要重新營造這個水池 其實我們也有要求 應該要做 生態緩衝區 就是其實 他們一直 就是 結果他們還是 到最後還是 規劃成一個環湖的步道 那裡 是 都 沒有 是 都 有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